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科技原理节目 近年来 产业链转移出中国是一个引起很多讨论的话题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后 由于中国制造的停摆 这个话题就更热了 许多舆论说国际产业链要出现一个千出中国的大潮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 确实会迁走 中国制造要完蛋了 第二个层次是 想迁也迁不走 因为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还是其他国家 都承接不下这么大的体量和这么高的产业集聚水平等等 这样的层次都很常见 但还可以有更加深入思考的第三个层次 这个层次的观察来自我的朋友 风云学会员陈金 他写了一篇长文 在这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越南为例 很多人在说 越南吸引产业转移做得很成功 能够威胁中国 也有很多人说 越南工人的素质不如中国 产业店配套不齐全 所以对中国威胁不大 这样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 但其实他们的视角都是把中国看成和越南一样 都是全球公司趋高临下考察的低发展水平国家 决定要去哪 但实际上这个视角本身就是错的 对越南来说 这个视角还是合适的 也是越南的主要竞争力所在 但对中国这就大错特错了 全球公司已经不可能对中国优雅的考察分析 而是在面对中国温度企业的凶猛竞争 例如三星把几乎所有的手机产能都从中国搬到了越南 2018年三星手机有50%是在越南生产的 这对中国算是威胁吗 不算 因为中国的华米欧威等手机正在全世界崛起 越南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算作中国的竞争对手呢 如果它能像中国这样放出本土供应商体系 甚至创立自主品牌 那就相当了不起了 在这方面一个有趣的参照是泰国 2018年泰国汽车产量增长9.0% 达到217万辆 国内销售同比增长19.2% 达到104万辆 出口114万辆与上年持平 2019年中国汽车出口也超过了100万辆 论数量跟泰国差不多 但论比例就远不如泰国了 泰国一半以上的汽车出口 而中国汽车巨大部分是内销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泰国的角度看 是因为中国生产的合资品牌汽车不能出口 只能内销 中国出口的汽车都是自主品牌 如果中国允许合资车出口 会击垮一堆国家的市场 说不定泰国出口的品牌车也转到中国生产了 但你会觉得这是好事吗 在90年代早期有个说法 泰国没法和中国比廉价的人力 但是可以发展科研教育 通过知识经济 维持对中国的优势 现在回头来看 这种说法纯属搞笑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比廉价人力 还是有希望的 但发展科研教育 知识经济所需的决心和努力就非同一般 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可行性 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先进国家最根本的区别 现代工业体系是非常复杂的 就算泰国 印度 越南有聪明人看懂了一个技术 脱离整个产业链也没有意义 所以本土供应商自己开一套研发体系没用 只会白费钱做出东西 最多就是做一些低价值非关键的简单配套 技术层级不高 更重要的是研发复杂度上不去 中国是如何在科技树上爬升的 这时候就花长了 各种经验教训非常多 现在我们可以堂堂正正说 中国是一个科技先进的国家 但回顾起来这件事非常难 要有非常多的人一起努力 也要国家整体规划 失败的路径不计其数 成功的路径屈指可数 这个要求实在太高 在中国之外 几乎没有哪个泛容国家能走上研发道路 既然研发所不同 那这些国家该怎么发展呢 其实很简单 等着技术成果扩散就可以 例如图优的氢烤素 在许多国家拯救了几百万军据患者 这些国家并不需要自己研发出氢烤素 又如越南从1992年开始 从中国进口高产的杂雕水稻种 近年来越南每年从中国进口杂雕水稻生产用种 1.2至1.6万吨 占引荆盗种的四分之三 杂雕水稻相比常规盗种 单产能增加40% 这就是双赢的合作 总体而言 越南已经进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 未来前景是光明的 但是不应该将越南幻想成挑战中国制造的角色 不应该将两国对立起来 最后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账号科技原人 中国输出工业技术与科技成果 帮助各个发展中国家进步 必将成为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典范 对于理论的角色 所以能比较好 而建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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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词